再来关心安装冷气机施工意外杂落 害得正大财政系的女高财生不幸上命 家属悲痛地提出了两点的质疑 而警方调查发现了负责装修的理性工人 对这种直立式的窗型冷气安装是根本不熟悉 当时还打电话去问到底要怎么装 结果以为固定好了 手一推没想到就把冷气推下了17楼 上午被警方依过失致死罪嫌移送法办 冷气工人很低调走出派出所 全身包紧紧不再多说什么 疑似不熟悉安装程序 导致直立式窗型冷气从17楼直接坠落 不幸砸死站在人行道上等公车的女大生 怎么会这么离谱 工人声称16岁她就开始当学徒 断断续续学了三四年 虽然熟悉分离式冷气安装方法 但这次是住户自己花一万七千块钱 网购买来的直立式窗型冷气 安装过程中工人还有打电话询问安装方法 自因为装好了 没想到用手一推推推看 竟然就把冷气机从高楼推了下去 实际回到屋内 当时冷气就需要安装在这个房间 内凹型花台的位置 只是管委会规定住户大家都不洒洒 就连管理员也讲不清楚 酿货主因疑似是没有安全工法 至于工人哪个环节也出问题 现在要追究 被依过失致死罪前移送地检署复讯 冷气机的框架必须要妥实稳固 安全神去做一个防护 维护住冷气机主机不会有飞落的情形 冷气坠落砸死人让大家都惊讶 有民众更不舍遇害的女大生拿鲜花来悼念 事发太突然 家属悲痛不已怎么就少了一个小孩 在学校被教授称为高材生的女儿 等公车却飞来横祸 一台冷气砸碎了一个家庭 这条文明马生杰新北市采访报道